第九个问题 这个世界众生 听到弥陀名号 往往不能欢喜信要离拜归命 是否与无量寿经上弥陀大愿相违背 是的 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透彻 一切众生无世界以来烦恼稀奇很重 业障很重 所以听到佛菩萨的圣号 孙伯奇喜乐心 甚至不能接受还要排斥 这个在现在社会很多 我们常常碰到 我们说佛人家说我们迷信 所以我们也要以善巧方便 最重要的 他是对我们对佛法不了解 也不肯去研究 所以产生这些误会 能帮助的我们要帮助他 不能帮助的就随他去了 无论他怎么样批评 那我们听到就阿弥陀佛 货掌阿弥陀佛 不要去顶嘴 不要去辩驳 这样就好 让他说 他说累了 他就不说了 如果我们顶嘴 那个就有的说了 说不完了 我们一句话不说 他说累了 这就不说了 我们一直相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好 每一句阿弥陀佛都让他听进去 业力而根 雄伟到终 我们也很欢喜 阿弥陀佛的种子中下修 你这一生不相信 来生后世 遇到爷还会相信 这就是很好的方式